很多花友养发财树 刚开始的时候长得好好的 新芽也长出来了 结果没多长时间就出现枯萎 什么原因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发财树本身它的根系是比较少的 比较弱的 那么它长出来的这些新芽呢 都是由于主干里面的营养成分供给 所以才能给它正常的长芽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没有新根长出来 根烂了 那么它就会慢慢的枯萎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花友刚买回来的发财树 长得好好的 养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枯萎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说我们养发财树 必须要先养根 不要认为它长得好好的 没事 其实它的根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们养发财树 一般我都建议大家 尤其是刚买回来的发财树 经常给它用一点这种强力生根营养液 所以说前期它可能对这个叶片生长 没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它的根系长出来了 它能正常吸收土里面的营养了 它后期才会长得更加的旺盛 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花友养发财树 前期养得好好的 后期就先枯萎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大家养发财树 一定要先把它根养好 那除了养发财树 其他花卉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只要把根养好了 的一切都好办 好了 我们下期见